我們很厲害 我還在擦臉 通常的主動是這樣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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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輕鬆 我還沒見到她 我還沒見到她 我見到前頭 他們在擦着手 她有擦這條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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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就是我學生的個案公司 很好吃的 一間你們會看到的 不過有一間看就沒得吃 沒有人不要上去做教練 音樂可以做得好 地方帶也好多 寫聲一點 我聽到你們的意見是 地方帶也好多 放在臉上 糟糕 糟糕 我們下次會看到 我們要回到觀衝 觀衝是蜜花神 蜜花神去把觀衝 對 下次再加一個 可以 你看到Diana在看 我看到你 我們要走幾天 還有一分鐘 梳化很舒服 你好 你好 又是Kinson 你好 你好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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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Sir 你好 米Sir 你好 你來打招呼 當然 當然要 周哥哥 你好快 你好 Jimmy進來嗎 Jimmy進來嗎 Jimmy在後面 我做過的辛酸 我做過的什麼事 才可以 沒有想過 首先 今天 大家看到我們 這麼闊落的地方 今次 很感謝 我的學生 真是 很給面 Rober 先出來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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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出他的場地 讓我們今天 開一個Live的音 VIP 有限這麼多教練 帥哥兩女 真是 很感謝 很感謝 一個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說話 都要大聲一點 如果不是 太過空洞 太過空洞 但是聽不到 我們之前在那裡 在觀衝那裡 踢開球 現在今天去哪裏 今天就來 邁進一步 去了這個 那個 大球場 不是不是 麥巴嬸球場 先去麥巴嬸 我們下次再進一步 希望 去黃骨牆 或者去 去大陸牆 哈哈 去紅館 黃骨牆 先去醫館 去醫館 之後 去紅館 去紅館 去大陸牆 好 那 把球給你們 好多謝 多謝 好 另外 今天 真的很多謝 哇 好美 首先 要多謝Jimmy 找Jimmy進來 非常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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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次又有贊助 有什麼贊助 有甜品贊助 Jimmy 的學生 讓他介紹一下 學生 用不到你的桌子 斯奇 縮下這個桌子 縮下這個桌子 他的公司 待會我會給你們看 很多甜品 還有他會做一些蛋糕 這個星球蛋糕不得之了 這個還要是迷你版 還有一個大的版本 如果有興趣 大家都要去Facebook網頁看看 這個二號波 還有一個五號波 五號星球 我們現在 為何 講一講 為何我們今天會有一個星球呢 就是 為了慶祝 我們可以 開Live 超過五次 可能 可能 沒有啦 可能 就完了 所以 唯一慶祝 我們不死 超過五次 所以做了星球 給我們 打破她 慶祝一下 不過也很感謝Diana 我又出現了 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只有我單拖 或者其他人沒有人看 我和Jimmy 兩個上次 都懷孕在心 沒問題 只有20多人 唉 心傷 好 不錯 今次的特別嘉賓 E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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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師教練 你也是學生 做甚麼 realize 我們要開始 主例 主理 然後 你走 如果再不說 打算是少數 小小力 小小力 我看那段片子很大 會發生甚麼事 大一點 人們跑了 大一點 好啦 不玩 等我來 我超過五次 慶祝 嘩 抓爆了 拿走光環 拿走光環 這個很厲害 這個一波到底 難的嗎 這裡 沒有這個 這個太厲害了 打開裏面 嘩 嘩 好 我們看看 不好意思 真的 是有兩隻小豬 可以吃的 太屋人吃不吃的 不知道 我要問問 問問原作者 對啦 好 好 我們隔壁介紹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我以為是慕斯 這個是芝士 芝士慕斯 隔壁那個 這是核桃酥 這個就是芝士慕斯 是 那是否慕斯 不知道 大家先試一下 好嗎 我們一路開來 一路開來 一路開來 還有 Erin帶了T恤 送給大家 送給大家 好 好 希望大家 記得留意我們的Live 可能突然會有問這個問題 問了問題之後 就會送一件T恤給大家 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看 多謝 多謝 嘩 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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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Youtuber那些 訂閱 按個鈴鐺 按個鈴鐺 我們沒有試過 以前已經有五十幾個 我們沒有試過這麼多 這節真的很好吃 全體有少鮮肉 全體有少鮮肉 有少鮮肉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甚麼呢 首先講一講 可能大家都很有興趣 找到一段時間 很想試一下 如果我們單版也好 雙版也好 即是玩Ski也好 玩Slowboard也好 究竟有甚麼途徑 可以做一個教練呢 有Slowboard教練 又有Ski的教練 我自己找Slowboard教練 可以分享一下 有加拿大體系 紐西蘭體系 澳洲 美國 基本上 很多歐洲國家 如果自己有雪牆 都會有一個體系 但比較多人考 就是加拿大和紐西蘭 澳洲 美國也有 這個就是Snowboard Ski Ski 其實都相似 Snowboard 都是來下去 譬如說那幾種 譬如就是 紐西蘭的 我們叫做NCSA 簡直叫做NZ 加拿大 就是CASI 每個人都會說這件事 不過 說哪個出名一點 就很難說 因為大家有自己喜歡的體系 但是 經常都會說這兩個 對 還有一個報酬 還有CAS 沒有C CAS 有的 因為它一個叫CSI 一個CSAI 都是加拿大的 我經常都會混亂 我不要記住 我開數 大聲一點 這支咪可能不夠聲 我這支咪不夠聲 我們叫電咪要碰 把咪拉到這支咪 還要開 沒有開的 這支咪就不夠 有聲的應該 如果不夠大聲 告訴我們 聽不到 我們戲罪DUNTY 說話大聲一點 我這支咪也有小分不住 一支咪又開 如果真的不夠大聲 告訴我們 因為這支咪很大 因為這支咪很大 所以這支咪很空 我們一說 去到很遠 很遠 所以我們要大聲一點 說話 是啊 很空 很空 因為你會再大 那支咪是甚麼 164 164 OK 這支咪聽到 對 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你去考 柳傘音樂械 有甚麼驅使 你去選擇那個地方來考 我現在分享一下 首先 通常想做教練 第一件事 你當然要看很多 做很多research 你會首先 Google 看看做教練 有甚麼途徑 然後 YouTube 看看其他人 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 你會搜尋到一些網站 是關於當地的學校 然後你就可以找得到 那些人 學校不蝕出來的那些技術 嘩 很厲害 然後你會開始 contact 用Event 問問對方 看看 當這間學校會不會很好呢 會不會很難考慮到大 主要是多些訊問 你問完之後 慢慢就會有一個決定 直到 我覺得 我自己 最後就覺得 好像柳西蘭 那麼不錯 那是有適合一些嗎 感覺上有適合一些嗎 感覺上有多些長 其實我自己做Research 是做柳西蘭多些的 嗯 那是個Preference 對 就是柳西蘭多些 那麼剛好那段時期 有很多人說柳西蘭 嗯 那你當然選一個最欠的 你甚麼都不懂的 你當然選一個大家受歡迎的 嗯 那之後就選一個柳西蘭 那得出來的result 挺滿意的 自己也都 不好意思 你繼續吧 好 好 我想跟他先說hello hello 你和你朋友 不是 阿甘 阿甘 剛剛才提起你 看到阿甘 這個一定在 鐵粉 今天地方大了很大 大了很多 不好意思 哈哈 說到哪裏呢 已經忘記了 正確的選擇 不可能是正確的 不過是 我自己很喜歡的 幸不得想盡快飛過去 接受當地的Ski School 那些叫做 Coach Instructor Training School 然後想盡快接受訓練 最後出來導演生很滿意的 又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你又 又厲害了那麼多 厲害了那麼多 是要厲害的 有什麼專門做教練 有進步 反而你會看到 當地真的有很多厲害 因為其實我去那個場 他是有很多 報運選手的練習 然後還有一些很大的 公園 那地很微笑 紐西蘭 是很微笑的 我遇到Coach Kim Kadrona 說到Kadrona 中文去大陸那些 就叫Ka-san Ka-san 我初初都不知道 看著什麼Ka-san 因為他翻譯還不知道 像Ka-san 簡稱Ka-san 我就是在那個山 那裡去訓練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很厲害的 奧運選手 或者很高級指導 那裡訓練 還有一些是Free-style 和跳趴的 什麼意思 我以為你是什麼 我以為我們會再講 應該都會 一樣看到很多人 我們去到 發覺自己很微笑 對 是這樣的 在我未訓練的時候,自己好像挺滿意 覺得過去倒閉一倒閉 糟了,受罷了 昨天沒有回覆 會覺得是上課,倒閉一倒閉 去學習一下怎樣教人 學習一些技術的技術 但發覺去到之後,有很多頂級的選手 很多教練,非常頂級 慢慢你會將你的眼界看得越來越遠 還有一些是freestyle 很誇張 freestyle 又是參加 World Cup 那些部分是Cadrano的10米高 不知道5米還是10米高 很高,我未跳過 跳完一次應該不會再滑雪 是滑雪的 是滑雪的 直接滑雪的,彈到下面 那些部分,你這樣看上去都還未看到地 一個不過,就在卡卡倒閉 就要入廠了 那就是最後一次 然後你見到 當你還有一些 有些小朋友 會跳那些很大部分 他還要Bath 還要轉兩轉 有小玩大的 但他們 輸了 這麼大才過去 你會發現,原來我們沒有落雪的地區 他跟生長於落雪地區的人 差很多很多 那你看得遠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想學 慢慢就 更加喜歡醫學運動 更加想做好教練 還有做好練好自己的技術 我又想問一下 我們兩個來考卡士 我又想問你為什麼要去考卡士 因為那時候 知道很多東西 我在澳洲學畫書 遇到很多澳洲人 都會推薦我去二世祖和白馬 然後我去了白馬 去完白馬之後 就知道 原來那裡有教練排 在澳洲學畫書 跟朋友說 加拿大體系 其實那時候不知道 因為都在說幾年前的事 資訊沒有那麼多 如果那時候有紐西蘭 我就考紐西蘭體系 剛好有加拿大體系 所以我就考了一個人 加拿大體系 就是因為這樣 對於我來說 我真的有什麼都不知道 知道有加拿大學校 後來知道 原來他專門 考Nv1的時候 有個三天 就已經可以考試 考三天 這麼短時間 我忘記了那時候 可能他沒有亞洲中心 可能就是加拿大學校 不知好像考完 下個星期 我忘記了 沒有兩星期 但三至五天 一定長一點 但又要去到這麼暖 知道亞洲日本有個中心 那就去日本就好了 這就是圓一塊 很近 如果你有去到加拿大 你考的 除非你特地去到加拿大 說這樣說 你考完事 不然我就沒有這麼考 我想問問你們有沒有 pre course 就是 Nv1 Nv1 因為有 你考一看 你考一看 紐西蘭有 because 對 nv1 你可以想像 可以直接去考 對 但等同送死 你去紐西蘭 不讀 because 等於送死 對 因為 因為你不知道 對 你不懂 你不懂 其中的東西 對 你只看書都不夠 對 對 我看過兩個 如果讓你們再選擇 你去哪裏考 待會再說 待會再說 待會再回答你 Ban 你不懂 你是老師 想做 對 想做老師 但是 在小學中學過程中 很喜歡教人 懂一點 有虛人 就去教人 但是 慢慢地讀下去 其實我不是讀書的材料 然後就教不下去 你不能誤人子弟 對 所以那個老師的印就藏在心底 但是都很想去教 很享受教識一個人 然後再建立一個好的聯繫 之後 大過了 繼續去知道自己在滑雪方面的能力 比較容易取得到 然後再想想想 不如去做教練 我都可以有一個老師的夢想 做回那種自小的夢想 然後 一後起序 真的 你要儲錢 要儲錢 因為你是上幾個星期 即一段時間去考的 其實是挺好的 正確來 一季都可以當成 因為 它是一個 其實你的預算要多少錢 如果你想考LV1 如果只考LV1的話 它可以押到5萬以下 港幣 港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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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 你是不是想做教練 他有訓練 當然 有訓練 我們考試 不是真的考試 因為他出了 P course 也有P course 也有P course 他簡直是訓練 不是三天的P course 是三個星期的練習 然後教你怎樣教人 還有一些技術 還有要做In-Door的考試 要做的功課 Casie沒有這樣的東西 對嗎 對 也好 Casie好像有Paper 但沒有一個這麼長時間的練習 然後你再考試 沒有 Casie沒有 Casie是雞精班 他們不同的 他們有解釋過 這個後話 這個後話 這個快一點 所以 所以 便宜有便宜 貴有貴 貴的話 可以去到10萬元至10萬元 對 訓練也有文校 我差上去問 真的要這麼多錢 哇 10萬 我心裡收得太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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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他讀教練 對 費用物質 就是要我們付很多錢 除了訓練到自己成為有教育 哇 馬上嚇到人 馬上消耗了 對了 補西教練 沒有人去考慮 很競爭 現在便宜了 我那段時間 是5萬至10萬元的 因為計算什麼呢 不是計算考試 你計算 首先你要買票 日常生活 你覺得紐西蘭吃東西 很貴的 然後吃 住 去練習 去考試 然後你還有分級1和2 我那時都包了 兩個級別都包了 然後就是 由6月尾 6月中 還是6月尾 左右 直到9月中 即3個月 3個月 你就是不斷去訓練 不斷去上課 還有shadowing 就是說 有正式的當地教練去教的時候 當地學生的時候 你是要想shadowing 看要怎樣教 然後教練告訴你 為何要這樣教學生 你學到很多東西 正式是為你之後 畢業出去做教練做準備 所以我覺得10萬元是可以的 即是他這個是最優秀的 因為不是一個 我聽完之後 你這麼有系統 這麼多時間 首先是有什麼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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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時間 還要沒有鎖 沒有鎖 沒有鎖 其實是便宜了 因為有些叫做當地的名校 我也不是選擇那間叫名校 當地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他有兩間 中規師師 即是已經有好有系統 就算不報名校 兩間都好的 不過總會有比較 如果是貴一點的 如果是貴一點的 你又要再拿到兩三萬元 真的挺貴的 因為要請一些升級導師 對 真的 他請一些來請 你做演唱法 對 升級導師最貴 很多很高級的教官 說一些東西給你聽 你都可以不笑 當然 在我去那個山 叫Cadrana 他都是有很多好的教練 一樣是學到整套很完整的教學方式 以及如何去自己提升自己的技術 所以整件事很齊 所以如果想有一個很完整 有些人很喜歡受到很完整的訓練 才去做這個職業的話 我都很願意去做成功 對 我真的 我自己為何要做教練 很簡單 以前都 你懂得玩的 就想教別人 想導人去玩 原來是想試試教別人 但是 其實是否有這麼一個系統 當然 一定不是 所以想試試 不如跨一些有些系統性的 如何教導別人 然後再多讀一些人去玩 所以想考個牌 所以讀了屋主 一直繼續讀你 沒錯 我現在很深 我現在很深 我現在想去 大家都很想去 未有得去 就是這樣 對我來說 我最喜歡讀人 你不吃飯嗎 我先讀一下你 分享一些資訊給你看看 為何這樣 然後 下載了PDF給你 對 對 現在的衣服漂亮 然後又讀一下你 然後一路 其實越花得多錢 就越開心 對 那我都不是 但我都會 但你會洗自己身上 所以 我 我就很高寒 有些東西我買些便宜 好開心 我改變了 接著他拍些東西給你看 我去玩得多開心 然後給你看一下 那我是很壞的 那他拍這片 給我看 那我看完這片 我就搖他 跟他說 你試一下做這什麼動作 試一下做這什麼動作 又進步了 接著又拍這片 我又跟他說 不過我不是全職的人 我只能一職職做 我就拍攤家 求什麼 我求開心 希望可以讀一下 可以把運動分享 給多些朋友知道 說是一個什麼運動 其實一樣 即是無論是part time 還是苦談都好 都是教育很開心 還有 多了relationship 吃多了越來越多 對 好像現在 以前我學生 現在我上了他 然後在那裡 開來 做學生 小心點 你不要讓他知道 家裡有多大 我們整個班上來 小心點 我們很多人 越整越多人 整隊軍隊衝上來 其實 你聽到很多回音 啊 其實這是一個角落 可想而知 這次有多大 還有一個泳池 用了你的回數 下次在泳池 是視覺效果 所以我們要小心 今次在蜜花神 之前在觀衝 現在蜜花神 下一次去哪裏 我們下一次去醫館 去醫館 是不是要回答Ban Ban剛才有問 如果讓我們再解答 還是同樣 你猜猜 Ban是誰 你猜猜 哈哈哈哈 我們不幫人說 說一下你們的辛酸 事 啊 不如說一下 心路 Diana試過跟學校去教 自己是freelance 又試過跟學校去教 你又試過freelance 又試過跟學校去教 不如說一下 每個小時有些什麼 可能很多說 都想知道 如果我真的做過全職教練 那會有什麼要考慮的因素呢 你們兩個 全職教練試過 這樣就多了 可以分享一下 那好啦 假設大家已經考到一個教練牌 無論你是一級二級 Ski 或者Snowboard 那怎樣才做到一個正式的教練呢 其實最好就是有Visa 那怎樣來呢 如果你30歲以下有Working holiday 那你就可以去日本 澳洲 紐西蘭 那因為真的做一個教練 其實最麻煩是有Visa 那如果你有了 其實入門是最容易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雙修 就是Ski Snowboard 那你又懂得說廣東話 又懂得說國語的話 其實都九成都會聘請的了 有沒有一些心酸度是很深刻的 我都很幸運 我至於學生 即是雪友都很忙 即是還未有人令你吐血 是吧 你說不出 想清楚才說 全職休 很多人在看 62人 好啦 這段 Cut Cut 他總有一個 即是怎樣呢 好像剛才剛剛我們也有分享過 又不是辛酸 大概跟你是差不多 即是有個學生 可能他很想做S Turn 但他又未控制到 那你會step back去練習他之前缺少了的東西 你才可以做S Turn 即是我整所說的華人基本上 他就不太相信 總之他今天就是很想做S Turn 所以可能我就有我說 他就有他做 這些會比較頭痛 但我不會覺得你做都不讓你做 我當然是想你做多些 但可能他那一刻就不相信 有沒有你醋醋的兩天 那又不會醋的 有他吧 挺有耐性的教練 我出名是甚麼有耐性 你給點探聲給他 好 全說我本尊是兩回事 我本尊是最快的 好啦到你 是不是一做教練馬上會給更多耐性 會啊 因為其實我是 我應該說N次 我是自學的 我是跌了一季 我才剛剛學S Turn 所以我的腳很癢 我上課 最多學生會問我 我是不是很蠢 我這樣也不懂 又會覺得 又會覺得很不容易 會覺得很不容易 經常下跌 要扶 但我真的很認真 很誠懇跟大家說 其實應該沒有人跌我 我這麼金剛才沒有人 因為我是蠢 所以大家不用再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我佔了你們的底 我真的跌到瘋 我跌到頭髮了在後面 然後不行 第二 我會馬上戴頭髮 我以前也不戴頭髮 因為我覺得那個小肚頭髮很肉酸 戴完之後 好像那個炸彈人的 那個 很拱的那隻 拱的那隻 很噁心 先說一些 可能有些剛新進來 看到我們這麼多東西 其實 有些T恤 我們今天請了一個嘉賓 其實Edwin 是一個Ski教練 他真的很好 他做了分享的經驗之外 就有些T恤 給大家 不如現在 可以隨便看看 不如我們現在 讓你選擇 看看想送哪件 我們可以有些問題給大家 問一問 抽一件出來 你抽一件 你抽一件 想要的才會回答 好 抽一件出來 那就是這件 這件是男裝還是女裝 這件是S馬 這件是女裝 不過不要緊 你回答中一個問題 就說我們要送這件T恤 給你 一個問題是 你看我們幾原始 全部要手動 誰最快達到 我們就送這個給大家 準備了 大家準備好了嗎 有問題嗎 有啊 你先 對 我這位隔壁 Edwin 是一個什麼教練 你問他叫什麼名字 你先看哪個表演 看哪個表演 看哪個表演 要在日本滑雪 自由行的網頁裏 留言 不要去你的粉絲 有人合了 誰 Ski Joanne Tong 你很棒 最快是你 最快是你 你回答哪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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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 我們有很多件 我們有很多件 Joyne Tong 我們會 Joyne Tong 我們會私人 找你 是Joyne Tong 是Joyne Tong 沒有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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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剛才是辛酸 有什麼 很深刻的 或是沒有辛酸 或者很開心 每天都很開心 我見到那些人 每天都很開心 對 有一件事 很想分享 就是當做了教練的時候 要將自己的紀律 生活 很有紀律性 為何這樣說呢 即是說 可能平時習慣了7點 或者7點半起床 或者我不穩定 有時候7點起床 有時候7點半起床 但當做了教練的時候 要那個時間起床 就一定要起床 要學生問 對 對 很大件事 我一定會設定自己 6點正就起床 很早 因為 這個爸爸 要神問 要拉筋 要熱問 之類 我的滑水沒有試過 6點正 你還未睡 你還未睡 我們不想 OK 先說一下 為何要這麼早起床 因為想將自己最佳狀態 去教學生 有時候真的試過 覺得不起床 就是硬了起床 但你未睡醒 未睡醒 沒遲到 未會暈 對 早了 可能早5分鐘到 但你很多事都覺得好說 那個心理上是未準備 然後別人是 給了很多錢 又要預訂機票 預訂酒店 期待了很久來找你 去上課 有教練費 加上各種都很滑 Ski pass 然後你又好像猛盛盛盛 還未知做什麼 那一刻 我覺得是不太專業 就是自己的覺得 所以慢慢就覺得 要做好自己的形象 首先 因為那一刻 那一日 你就是別人的教練 所以我會把自己的起床時間 設定很準 然後 然後 起床擦牙洗面 一定要吃早餐 然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自己會 譬如說 我去檢查天氣 然後看看那個牆 那個階段 有沒有開到 然後 因為每天天氣會變快 很重要 如果假設那個是一個比較Bedina 的時候 那 有些天氣 那個地形可能對它來說很難 那這些就要做足準備 有Plan A、Plan B 假設這一條 突然變得 一粒一粒 一粒 我選擇另一條 更加簡單 然後讓它可以上課 更加有進度 或是更加大的 看完這些資料之後 然後你就要 因為我還有段距離 我住那個位 假設我在二世谷 我住在區資安 那你就要開車上去 你知道 二世谷是多麼多人 對 上次你也有說 排隊要排半小時 那是雪場內 雪場外的話 你自己開車 假設當日快地很冰 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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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9點到10點 為何我自己先吃早餐 然後出去我都試一下那個slope 是怎樣 就是看那個condition是怎樣 那裡合不合教呢 我不是全時間的 起碼我都熟悉的場地 那個地方合不合教這個standard的學生 附近有沒有陰謀 有沒有陷阱 那些車子可能不開 沒有人去到那時候才找的 這些東西真的要一個準備 一個專業的教練 需要做這些東西 另外你說六點鐘起床 那我突然想了什麼呢 我聽說上班是不是六點鐘起床 我以一個最佳的狀態去上班 這個律師 從現在開始 那些人馬上直線下個了 聽到這樣 即是要六點鐘起床 那些人真的好 我自己去滑水 那要做些氣氛 早點睡 對 早點睡 本來就會 以前可能夜睡一點 可能一點或者兩點才睡 但是正式在雪櫃呢 十二點都遲 如果我自己來說 一個十一點真的要睡 因為那天做了整個運動 好 好 不如轉來問一問 我試過在根本滑水學校教 其實 除了找錢之外 你找一間滑水學校去教 即你倉我那間滑水學校 你找不到錢 可能他找到 因為我有試過在一些大型的 有試過在一間滑水學校 有試過是自己人開的 對 都應該不要找到 你試過二十一步再加入 那些你的交換食宿 應該都賺不到錢 但其實交換過程 聽你這樣說 你很盡責 所以會比較辛苦 那其實還有些什麼 即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聽到一件挺有趣 就是你要經常去訓練 日後又要教人 然後晚上去訓練 哇 原來很厲害 你準備切飯糕 那天晚上去訓練 當然第二天你放假的時候 一看到很漂亮的雪 但你也不一定想去玩 對 所以其實要把自己的體能和精神 要做到很快 你有打大拳 你也知道 有這樣的運動 即要很大量的運動量 然後你才可以做到準備去做教練 那你什麼看來 其實你剛才支持我那季 就是最近那季 最近那季 我自己周圍走的 喔 周圍走? 對 在日本周圍走的 幾個雪場走來走 在哪裏? 在那裏 我在富良野 主要在富良野 有時走了去二世古 富良野最多的 還有其他小雪場走來走去 最初一個月最多的時間是在富良野那裏 因為那段時間剛剛開櫃 大家知道那時沒有雪 沒有雪 沒有雪 你也有問 北海道唯一下雪下得好的 那時是在富良野 現在我突然看到T恤 我想問這個問題 然後又送一件給別人 因為有幾件 你看想送給別人 我們又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剛才都很著緊 說那句話 我們可以問一問大家 那你先看看挑選T恤 送給你 好 這次呢 你們的M馬 比較顏色一點 叫做90年代的Graphic T 黑色衣服 但有 藍妝 這件 好 是不是藍妝 先看看 M馬 這件 好 我現在問問題 哪個最快你能答得到呢 就有這件T恤 我想問一下大家 剛才Edwin說過 已經有人答6AM了 對 你還沒問問題 已經答了 要再答一次 剛才Edwin說過 你問問題 你問問題 對 這個6AM 好 那剛才呢 我想說 我真的留著問幾點起床 好 那我問回同樣的問題 我問其他問題 我問其他問題 對不起 你快快了 我們要問其他問題 好 你很厲害 那怎樣呢 我們先想一下 有什麼問題 會比較 沒那麼容易被人抓 你剛才說過 你很尊敬 那位教練 早幾多 在攝像中等 真的 這件事真的值得學 好 OK的 對 好 我們繼續 因為我們有些時差 所以要打一打 好 這個呢 Joyang 有人答了 好 是他呀 有你殺菠蘿 你很厲害 我們會撕掉你的 OK 其實 同一個人 不要再回答一次 我們沒有問之筆 他怕混亂 殺菠蘿 大家都很難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瞎了 沒有辦法 無論還沒問問題 回答到 回答問題 好 很害怕 都猜到會問什麼 這麼厲害 我們繼續 好 不斷扔答案出來 哈哈 因為他有什麼 婦良事 什麼意思 問比較難一點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們有一個教練 我們也去過婦良事 也去過兒子 大家想知道 那些滑雪場 那些經驗 都可以分享 因為你在那裡教 你教了這麼久 也有些經驗 即是哪些地方好玩 再不再分 我們說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先講一講多 即是教另一身來 好 繼續 一個小時 不是,sorry 他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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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時差 我們後面有人想跟你說話 啊 好 是他打邊 哈哈 超時間 其實我們也是有這樣的 我們很low tag 我們很low tag 這個叫什麼 字幕 字幕 還有什麼想知道 有什麼想分享給我們知道 譬如你們去做全職教練 有什麼想知道 有什麼想分享給這些 我想知道你們賺多少錢 即夠不夠吃 你們夠不夠吃 不夠啊 這麼貴 這麼貴大家都不夠 這麼貴賺個玩 真的嗎 也好啊 是啊 因為今季肺炎 大概在3月底左右 至3月的學生都過不了 是挺慘的 即是 我的荷包也慘了 他們也慘了 對不對 他們 好像都未必會全都回復了 嗯 機器有些退不了 對 有些退不了 有些酒店都退不了 只是可以移到夏日季 所以現在他們設定了 譬如說以世古 有些學生就是 他們本來訂了那間酒店 然後來不到 就移到夏日的2月 你多不得以世古的價格 也有的 也有的 但如果今季在富良野多 那你在哪裏較多 富良野就是左邊的山 左邊的山就是富良野區 如果你把地圖看左邊 就叫富良野區 就是Sun Prince Hotel那邊 另外隔壁那邊 就是狗Prince 總之是狗Prince 狗Prince 兩個價錢是不同的 當然是舊Prince便宜 新Prince便宜 當然是貴一點 還差很多 以你的Ski教練身份 我也去過幾次富良野區 你覺得在Sun Prince那邊 富良野區 還是在舊Prince那邊 不知風區 覺得好玩一點 你會去Ski那邊 我就喜歡在不知風 但是看學生 因為他的程度 若不是太高 中等以下水平 可能隔壁會好一點 可能隔壁會好一點 即是隔壁會好一點 即是隔壁會好一點 他就可以體驗一下 那條3.4km的Slope 因為那裡是隔壁 正常的滑壁 可以由頂上去 那裡很好練習 那裡 我也有學生在那裡 第一次去完之後 覺得不行了 我下次一定要再去過 那次很好經驗 但你覺得富良野區的選擇如何 今年就完美了 真的不錯 比起其他地方 想想一下 今年其實我11月底就到了 大家都知道開季的時間 11月底是很早的 你看群組都看到有人公佈 什麼時候開季 哪些雪場開 哪些Slope開 大家不斷有熱烈的 然後最好雪亮呢 就是富良野區 那次 由11月底開始 你已經看到 當地官方公佈了 差不多準備可以還 所以有 開季來說 最正是富良野區 不用滑草 至少會 不知道 下年 聽說 因為少了一些人 坐飛機 所以 天氣應該會很好的 有人叫你 兩個問題想問 說一下嚴遇 然後有人問 老套一點的問題 問 沒玩過 我跟很多人都同一個心態 做教練 是否很容易認識到男女朋友 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 他就問 很尖銳的 另一個問題 他就問 很直接的 你認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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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到 沒有玩過 沒畫過雪的朋友 他問 究竟 應該先問 學Ski 還是學Slowbox 因為我是一個Slowbox 教練 我當然是說 玩Slowbox 我就覺得 都可以 大家喜歡 選擇什麼都可以 以純亞洲區來說 Slowbox 是最多人的 對 一般都有 想法 所以 你想想 你不懂 你拿去快反映 也很漂亮 但我又想問問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 你有沒有玩過Ski 你玩過Ski 是嗎 流冰 算不算 流冰 我又想問 不是那個 突然間 走去Ski Slowbox 轉了出來 為何變了Ski 我想問一下 你之前買過雪 玩Slowbox之前 真的 踩冰 那什麼驅使 你真的 學Slowbox 不去Ski 剛才 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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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快反映 都帥氣 有個Ski 教你 會有Ski 不認識嗎 當然 可以認識的 遲些才能認識 我的情況 是趁自己還可以 可以 不用 我沒有 令到你 打得更多 減少了 減少了 好 不過 進入了S Turn 之後 就會有更多 對 因為你跳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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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頸位 之後 你所要進步 就是一個困難 就是你 你的經驗就是 因為 拿著一塊板 比較硬 所以你先學Slowbox 其實 這個 你有沒有嘗試過 打算去玩Ski 我們留下一個 好的教練 這個 一定會 不過 因為我那個板 都還沒有 如果你們能夠 玩得好 對 玩得好 我專注所才 去問問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真的玩Ski 我們有請 我覺得 手球會影響 因為那時候 一班人玩Snowboard 我們有一個 屋主的太太 我是有玩Ski 和Snowboard 怎麼稱呼 這個 不要說 黃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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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Snowboard是要搭配年輕人去玩 Ski可以大一點,但兩樣都是很好玩 所以我會玩兩個Snowboard,兩個Ski 然後就去玩SFast Snowboard,下班 新大爺家 是最好玩的 Ski法都很高 當Snowboard掌握到一點時,Ski就可以了 因為平衡力很高 這就是剛才跟你說的 未開鏡時說的 如果是先學Snowboard 有些經驗,然後再學Ski 是比一般人會快很多 因為不是說是將Snowboard的技術 適合到學Ski 而是你本身對滑雪有一個叫做雪感 如果有雪感好,你大概知道速度是多少 對雪的磨擦力是多少 對雪的磨擦力是多少 那你學Ski是快很多的 其實不會 用這個雪感這個字真的很好 即是你習慣了速度 或者習慣性之下 你會害怕 還有知道一些危險的地方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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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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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自己的極限 暫時那一刻 那一刻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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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一定說我會玩到很厲害的 退路 玩Kika 玩怕飛來飛去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現在 可以當然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 就課分 我覺得 為什麼我經常跟學生說 我們來玩滑雪 我們不是要玩命 我們最重要的是開心 對 還有認識朋友 認識朋友 對 很開心的 不要做孤獨的滑雪者 還有安全 安全 這個我經常說安全 對 其實有一點很有趣的 就是在滑雪這項運動來說 年齡其實是可以無常限的 嗯 就是說 如果你有跟一個正式的教練 有排氣的教練 有經驗的教練 他可以保護著你在很安全的情況下去學滑雪 當你拿捏到平衡之後 就不需要用太多的體力 消耗了體力 就是令到你可以知道如何享受這件事 我自己最大年紀的學生 我都幾豪力 學滑雪 他是68歲 哦 對 68歲 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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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留意就是 他本身有做運動 嗯 就是差到遠了 看上去 他那個年紀是不像68歲 嗯 那見步如飛 那初初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收到這個消息 說 現在可能會有年紀大一點的 那我會警惕的 一定會警惕一些的 那要就住就住啦 但是一來到 我看到他走路是完全很流暢的 跑步也可以 很明顯 基本上我是當他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年紀 來教的 那所以做開 一直做運動的話 你年紀再大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學到滑雪 那到現在了 他都跟了我兩年了 現在七十歲 哇 現在七十歲 我打算想玩收穫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自己說 我說真的沒有錯呀 對 好生意 不是 雙線發展 什麼人想什麼 我絕對沒有想著 哈哈 不是都知道了 哈哈 是吧 是吧 有不同市場 所以我就說 我玩了板先 我打算 我打算將來可以 真的無上限地玩下去 玩雙版 是啊 因為真的話說來說 學識呢 不是很浪費體力的 其實可以 坐上去 然後平衡一下 可以輕鬆一下 就回落下來 因為初初你那些 Mustle Memory味道 你玩鬆之後 其實基本上 你用那個Mustle Memory在 對 對 然後就玩Skull Boy Polly跟我一樣 嗯 對 之前有說過 我是玩Ski 然後要用Edge殺 但可能說得不清楚 我怕不到 然後我覺得馬上 對比都出不了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Ski 玩Snow One 想回答這條問題 先回答Polly先回答那個問題 的確有人學Ski 是說A極都A不到 或者是殺不到仔 很專業為了 真的會射手 有人問 要說話 然後就說 我看到教練教我這樣做 但我還是不斷衝下去 為何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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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釋 就是因為 記住 A永遠不是叫殺制 A是可以增加你的磨擦力 這個A字 但當你去到一個斜度 超過一個斜度的時候 它是真的停不到的 記住 它只可以在一個很平的地方 減速到停 斜多一點點是停不到的 你要再學一個比較進階的技術 有幾個方法 剛才對 例如剛剛Diana所說的 那些板 要放得更加的角度大一點 變多一點 或者你要開始學轉幻的 然後真正停到是要轉幻 要不然你真的選錯一條斜度 你就會A至2 直衝下去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為何要這樣 那塊板這樣 咬斜的呢 其實基本上 和玩斜度 玩斜度一圈 找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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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掛斜 對 等於你玩斜度 要突停一樣 平板這樣一樣 但你在黑線做這回事 就是如果 我挑戰自己的極限 我挑戰過的 真的很難停 你用來訓練你的大腿 如果我突然想去訓練自己的大腿 在很斜的A是可以的 但你玩10秒 你便會 膝蓋軟 對 膝蓋有傷 腳有傷 不如我們又問一條問題 我等一下看到有人說 我們又想問一條問題 好 那我們送這件 就是白色的 男裝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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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男裝大馬 好 不如我們問一些問題 剛才看 剛才我看見一個人答了 剛才Edwin說 試過教一個婆婆話說 那個婆婆話說是日本人 香港人女性 香港人女性 幾多歲 看有沒有留意 我記得 我答 可以嗎 你十方不答嗎 你可以答 他不敢答 我可以答 你記住 我可以答 你記住了 我們可以繼續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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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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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野澤 再見 好 阿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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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 有聞尷尷 還沒答 他說沒有 沒有 我加囑一句 坐車升高置的時候 我見過 學生在那裡上教練 突然有人大喊 有學生大喊 然後我看見他 原來他抱著教練 一起上來 那個教練挺英俊的 而那個學生也是女士 是呀 其實是否英俊教練 是特別多這些情況的呢 你會不會滾下西的情況 要是小鮮肉先 是呀 我覺得那一刻 不用這樣抱 還要一起滾下去 停不住 不要讓他停 是否認清人 是呀 當然 首先要確定他是否一個教練 我相信是 有制服的 制服有些誘惑 有些誘惑 有些誘惑 穿上T-back 這樣的天氣穿上T-back 這麼挑戰 那我講一句 自己立刻不想回答 其實我在想可以回答 因為我在想 情境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Slow-Bot會比較多些 哎呀 插身 插到火花出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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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下為什麼會Slow-Bot多些 因為Slow-Bot你要 拖手 又要拖手 很多時候拖手 或者身體會多些接觸 你手搭手 容易有火花 Ski是不會手搭手的 如果你看到Ski教練 肯定純粹為了跟女生擦出火花 哦 我看上去都是握著鋪 握著鋪 永遠有個隔膜 那我就打劑了 那我考考Slow-Bot教練 就不會考Ski 因為有一支鋪 是很有用 很安全的 多了一個安全法 來幫他拖手 我們是不需要用手 跟他拖著 反而是 所以這個情況下 Slow-Bot會比較多些 有沒有想一下去教Slow-Bot 然後 不需要 什麼 我這麼久沒問過 你有沒有想到Slow-Bot 我有畫Slow-Bot 但我不是畫了很多次 哦 教你一下 教你 教你 教Slow-Bot 好 但我的雪靈 都有畫過一個月 他開單單 這個我教學表 是 對 我們學這些 對 我就純Ski 多一點 因為 有空的時候 都會自己想練多些Ski 因為未到大過 自己沒有 專一去好的 好生春 對 各位觀眾 聽到了 你想專一去玩Ski 去到一個很世界級的教練 因為當你踏入一個技術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跟Slow-Bot一樣 一直想學 然後就純粹Slow-Bot 即是不要以為考到Level3 或者Level2 很厲害 在那個位置你就知道 原來是更加多的需要 學無止境 去到某個地步 你會覺得Level已經不會再講 因為 更少你拿著什麼Level都好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的水準是怎樣 不可以說自己拿著Level3 然後覺得自己很厲害 當然是有水準 當然是厲害 但是大家同行的 即是大家就知道 看到的 會是 看到你有沒有努力繼續去選擇 所以對我 害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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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我來說 都是讀別人在入門口 是最好的 讀你 讀你 又讀你 對 讓你自由方針 對 讓你自由方針 讀你進來 因為多人想試 讀你最好玩 讀到你 哎 我想試一下 帶你來玩 或者給你一些器材 你看一下 讀一下 其實我最想做 就是做這件事 對我來說 就是 看到一個人不懂得轉 到他真的懂得轉 那時候 就差很遠 即是 你從不懂得轉 去到懂得轉 玩的感覺 是很不同的 即是會純很多 即是你Ski 也一樣 Slow 也一樣 學生到的位置 你會開始享受得到 對呀 即是見到學生都很享受 你自己都開心 即是 即是錢 即是 一樣 最重要是見到學生 開心地下課 你自己都很Happy 有時甚至是 當日你教完 第二天他自己聯習 然後我都會看著他 咦 有準備 進步了 大小孩 咦 拍得住我了 開始在我旁邊出現了 是啊 即是好像我教的學生 一句 上半課 即是 在那裏練一下 怎樣去Turning 即是執取他的小動作 這樣 到最後 已經OK了 真的害我所成 我帶他去 紅色線路玩 他一玩 他跟我說 我未上課之前 玩紅色線路都會跌 現在上課之後 很順 很開心 除了收到錢之外 另外 我現在聽到這樣說 真的很開心 見到他說 幾百個月之後再玩 不止是玩綠色 可以玩其他地方 挺滿足的 最重要是做教練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如果只要看錢的話 就 你想想 去問教練 去問教練 他找什麼都要吃呢 好看啊 其實是餵食的 應該不會做教練 是啊 這麼多東西 直接要找錢 要開學校 開學校也未必的 要開學校 我們問到問題 我其實本來想說一說 那個下車升 單版下車升 其實我想說一說 我想問一句 各位想不想看家事 不想啊 馬上離開了 哇 吃了 我們可以吃點甜品 要不要家事 你說不加的 哦 對 觀眾反應 加什麼 沒說 屋主說OK 對 我要買一個屋主 對 要買屋主 屋主可以嗎 加一點 不行 說說下車升 我想提一提 尤其是初學 我假設這個是單版 我想吃一點點 因為上去之後 其實這個板 要微微地拿起 就是你拿你的腳 一點點踢高 因為我試過 有個學生 他跟我一起上了車升 但是他忘記了 一點點踢高的Snowboard 他踢住了 結果他整個踢了 踢了下去 因為車升在走 車升就跑了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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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下了 所以單版 一點點拿起 讓他不要卡住 地面 就可以了 我教你們 最重要 如果下車升 如果下跌到 下跌到 第一次下跌到 千萬不要立即下跌頭 如果他剛才按不接的按鈕 就下跌到左滑 就像槍戰一樣 要下跌到 下跌到 下跌到 但是你沒有下跌到頭 其實你都可以的話 盡量下跌到 因為你下跌到 雖然你不是特地 但是後面會見到你 而他有少許惶恐 就會賴炒 所以是盡快離開 確保自身的安全 盡快離開案發現場 不過其實教練會教你們 究竟找個適合的地方 就還沒坐車升之前 教你怎樣去停 怎樣下跌到 這裏都會教 但實戰的時候 有點害怕 因為你始終下跌到害怕 關於下跌跌 有少許東西想分享 不是九至十一嗎 哈哈哈哈 九至十一 九至十一 什麼來的 我要下跌啊 老朋友 踢球九至十一 好搞啊 七至九九至十一 是我不放過他 今天在哪裏 麥花神 九至十一 在那裏踢 麥花神九至十一 好 終切糧 九至十一 吃椅子 這個 我們什麼蛋糕 這個好吃 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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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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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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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乾杯 乾杯 不如我們講講 我們不要講那麼多教練 不如講講 在北海道 不如講講北海道滑雪 有什麼推薦給 一些初生 或者有些經驗 你覺得什麼地方好嗎 我想想一個地方 想去北海道玩 大約 九天 九至十天 我想去幾個雪場 有哪幾個雪場 值得我浪費時間去逛 大家有不同水平 如果大家可以通山走的話 當然是富良野 富良野 富良野 然後 富良野 富良野 其實 星野是很好玩的 星野如果大家可以滑到去 off piece 的時候 穿一下樹林 那些地方 其實是很開心的 這幾個地方已經夠了九天 已經過了 富良野 富良野都可以玩到四五天 有沒有去過直章 直章沒有 沒有 其實要去的 直章都很近 因為有時候直章很靈 會放得很美 誰幫我挑 你吃了嗎 怎麼會呢 帶芝士 好 我會吃 太芝士真的好 對 太芝士真的好 太芝士 太芝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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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吃吃 我先吃 等我來 等我來 你吃了它 有件事真的很想分享給大家聽 除了雪場之外 剛才你說了Slow-Mock 或Chair-Lib 有些技巧 分享給大家 Ski都有 就算廢話 對 即是不要廢話 她說完我沒理由不說 我覺得可以 不要害到人 這個很重要 但你沒有心 沒有心也要學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剛剛下Chair-Lib 第一件事就是殺仔 因為害怕 Ski的話 你一定會用一個A字 越害怕會怎麼辦 會擦到很開 我多了 我們一起做一遍 教我一下就多了 為什麼 兩個Slow-For 我撕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 害怕 卡住你一邊 這樣會 咬開左右兩邊 這個真的要學好 Manda 就是 擦開一點點已經很足夠 如果你真的想殺仔 多些 把你的板 用多些板邊 而不是一定要把他抹到鬼死 開 把他推到跌完 因為大家的Slow-For 如果不是一個進階的Slow-For 的話 一推 真的會跌 其實我自己也 不是一件事的走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呢 我坐在那裡 我的板是頂著你的 不是太好意思 所以我怎麼坐 比你這樣坐盤 很辛苦 對 其實我又不想頂著你 如果大家一起玩Slow-For 最重要的是什麼 大家是Regular 就Regular Goofy 不然也要頂著人 Goofy Goofy Regular 隔著隔著就不用玩 你頂著我 我會怎樣 因為CM會快一點 我會先養掉他 先讓他放下 我們用Slow-For 再用Slow-For 判斷一下他是不是一個新手 我大概都知道 走到過來就知道 因為 那一刻你已經看到他 看衣服 你看到他上牙位 有好戲 因為會滑滑的Ski 一定會藏起自己 不會阻礙到別人 如果不會滑滑的 那些就擦得很快 所以你看到坐著車椅子 已經覺得他頂著你 你下車椅子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下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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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下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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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下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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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了第六次 也沒有說過車椅子 這就是經驗 你要坐在一起 兩人坐在一起 是挺好笑的 有撞過嗎 有沒有撞過 試過 真的試過 真的可以 所以我試過一次之後 通常都讓了Ski 下車椅子 如果不是 我知道他比較新手 我就先走了 你不會讓三個Ski 夾著你一個 那我就不坐 我先讓你上 對 對 免得大家 打架 除非太旺 車椅子 坐在一起 是誰 又說一下 除了庫良野之外 回答自己問題 其實我也想 我也想去北海道 很多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去 我沒有去過 其多羅 接著 可能出去吃雜房 附近的滑雪場 有機構嗎 例如 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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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溪 雜房 國際 潮里村 天九山 那些比較小 如果你說 我是這樣 首度 我沒有去過 我也想聽聽 首度有什麼 最棒 首先交通方便 對 首度站在旁邊 例如 有些拖路者 不想玩那麼多天 想在集房內 逛逛街 但你跟著之後 可以直接坐車 或者駕車進去 半個小時 便到首度滑雪場 還有首度 站住也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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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有名的 因為它是一九七幾年的奧運滑雪場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很大的聖火台 當然要拍照大客 沒有這麼大的聖火台 還有不同的 slope 如果是Begina 適合嗎 非常適合 因為Begina的slope 是很闊的 不會碰到 因為它是分兩邊 一邊是highlight 一邊是高 一邊是低 很簡單 初學其實是低 想玩其他挑戰 其實想高一點 所以 真是值得去的 首度 因為在首度 如果你說坐高跟工具 基本上去到首度的站 便會有巴士 很方便 很方便 如果你駕駛車 你不打算住首度 駕駛房 便駕駛車 如果是旺季的話 駕駛車的首度 早一點駕駛 因為始終 有幾個停車場位 漂亮的那些 被人拍照 早一點駛駛 如果遠一點 都可以 不過你可能拿著 快快走多一點路 很辛苦 很大路 優先 除了首度之外 其他人 還有一些 比較細型的滑鼠場 有些滑鼠場 細型的 是否有一個叫國際 集訪國際 是 麻煩 集訪國際 也好玩 但我去得比較多首度 所以我便分享首度 你什麼 什麼 什麼性質的 首度 什麼性質的 其實是包羅萬有的 首度 這位 Jimmy喜歡玩拍 拍我有沒有玩 有拍的 但不是很多 不夠的 讓你玩拍的 不夠的 即是 即是分多 即是分多 即是 差不多 但他有一條好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沒有太多人去的 但只有一條 好 帶我帶我 我們分享 首度的文章 我們介紹首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 我們又可以 我們可以送一件衣衣 出去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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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就是 灰色Cursion 這件 也是 女裝來的 這件 應該是女裝 女裝 什麼 等一下 是女裝 好 左邊 好 那我們又想一想 什麼問題 不如說一下 剛才我們推薦 什麼 對 剛才我們推薦了 一個 說兩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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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Erie說過 有 兩個 不如說 Erie剛才說過 兩個 推薦 大家可以回答 如果答中 最快答中 就是這個 這件衣服 有這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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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看哪位 今天很肥 我們這件衣服 我們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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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件衣服 Sa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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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鐵粉 Sapolo 不能再回答 沒有禮物 那怎樣 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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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的學生 Sapolo Yama 就是Yama 就是Yama 好 我們得到 有兩件衣服 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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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 差一點 慢了一點 等我寄給他 等我C 等我A的東西 好 那我就拿著 Sap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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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想去星野 其實 不過在星野住 真的 比較貴一點 但是 除了說住的地方之外 星野有什麼好玩呢 這個雪場 星野的話 就是 延伸一點就會很享受 因為就是剛才所說 有些穿樹樓是很好玩的 真的沒有人去的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去呢 為什麼沒有人去呢 因為去星野的很多都是家庭的 家庭的 因為它是一個浴室 你可以去浸一下溫泉 乳牛油 煮水 水 索瓶 做按摩 眼之類 常常他的 星野的部分都不錯 對 有些人特地在日本的製造 專門在那裏練拍的 他有興趣的可以去捉 是啊 那裏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那部分是設定得很好的 你不用花太多時間 上高 然後充滿很多部分的東西 最終去拍攝的位置 一上去一落就是拍攝 連續叫幾個 設定後位置很好的 所以想練拍攝的 和覺得聰明的 那裏可以 快點想要找你 怎麼可以去的 一定會去的 不想的 不想的 其實不用的 但最好 那裏也有些 酒店 或是 他有阿花文的 可以租到 即是比較方便 最好是他的酒店 因為是Skin Ski Out 一出去就已經可以滑雪 剛才的雪友問一下 富良野有Skin Ski Out 有的 在富良野區有Sun Clean 在北之鋒區就是舊 Clean 都是Skin Ski Out 但其實富良野區 樓下也有很多 旅館和水素 很近的滑雪場 基本上是登上Skin Ski Out 嘩 嘩 我們在這裏 我聽說沒有Nice Ski 好吃的 富良野 富良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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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很早就收了 7點就收了 7點6點就收了 那邊很冷 石窗就收得夜 即使開得夜你都不想去 石窗9點多 護樑也有nice ski 但計算最好的nice ski當然是二世古 二世古差不多全日本最長 最多燈雪道最好玩 黑夜飛車 我經常都行 因為他給錢已經很快 很快 火行的車採兵 暫時最晚的nice ski 都是神難 現在好像去到兩點 好玩 一條縮胎 一條大約2K nice ski應該是2K 不過那邊的駕駛是很悶的 練習的就好一點 駕駛有點悶 太直 太寬 練習慣 練習慣 即使有8個 日常的時間 晚上就乖乖練習 嗯 還有什麼可以介紹一下呢 嗯 介紹我的東西吃 哈哈 剛才有個一碗 森林餐廳很棒 森林餐廳很棒 森林餐廳基本上是森林餐廳的地標 因為它是一個傳落地玻璃 由天花板至地下都是玻璃 它有多少邊的 兩邊還是三邊 三邊 三邊 我記得幾邊 很多人是專門過去 除了吃東西 是為了拍照的 因為有些時間是沒有人吃東西的 它有清場 你可以進去拍照的 其實不是給你拍照的 但你可以進去 它不會阻止你拍照的 在大陸有很多網紅推介 這個餐廳 它就叫網紅餐廳 就是三邊的落地玻璃 後面全部都是白色的樹林 然後你坐在椅子上 然後很漂亮 很漂亮 對 如果想去拍照 你不想打卡 可以安靜一下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對 差不多兩邊 還有兩邊三邊 對 還有兩邊三邊 是否會送債 還是不 留待蝦會 留待蝦會 留待蝦會分解 要是可以留待蝦會 我們還有兩邊蝦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也不想阻礙太久 那就留待蝦切 下次我們還是在這裡 我們先放在這裡 還有蝦節 還有蝦節也在 哈哈哈哈 你現在這樣 你是一個開心的樣子 不過先買個預告 我們下一次其實想說什麼 我還以為這次是最後一次 那怎樣是最後一次 每一次都 每一次都是最後一次 也是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 又是你 我們下一次都會在這裡 我會和屋主 Worban會談一談 怎樣去分享一下他 他 有一個 叫做 新手 是嗎 我很新手 是呀 新手 他用一個新手角度 家庭 家庭客的角度 去做一個滑雪 就是一個chip的panning 還有 Worban太太也試過有些 話說受傷的經驗 就是 當刻的時候 怎樣處理 其實 話說得比較 都是一個危險 可以分享一下 怎樣處理 怎樣處理 怎樣處理這些情況 對 大家都 報警之後的事情 除了你報警後 報警後 報警後 送你去 送你回香港 對 對 對 有什麼可以做呢 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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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開一幕了嗎 嗯 好了 大家下次收看 我今天忘記吃薯片了 不要只見我 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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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蜂褲 謝謝大家 拜拜 總拍 謝謝大家 富良你的心魂都有 Woo Woo 打死 給她溫多 溫多 我的腳很癢 對 每個人都是因為 因為這麼癢才說 吹吹水 哈哈哈哈 我注意看 有什麼方法可以止癢 哈哈 有什麼 有什麼方法止癢 拿板來踩著你 踩著你 在這裡說 穿著板來 我們先拿大英雅 拿板來踩著 先 我們還是穿著布袋來說 拿大英雅 拿板來踩著 哦 是啊 大家要先踩板 先止癢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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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好 天叔 和風生生 明星期一會 掃呀 秀化師園 還有什麼 還有蛋糕未吃 你甜蜜真正 還有蛋糕未吃 還有蛋糕未吃 我們還有蛋糕未吃 很有興趣 可以上來分享一下你的滑絕經歷 馬廣護士如果大家可以 相信借出的場地我們無任歡迎 以及設備 我們很low tag 天使要高雲 怎麼習慣 這麼快出來 拿不到不要 我要擦脫魚 先上去